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MD-Rain7-8845HS标压移动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Mini's Forum明凡UM880 Pro 我们测试过的第一台明凡780M核显的小主机 是UM790 Pro 7940HS性能强劲 长期占据我们Mini主机性能的榜首 去年底,明凡UM780XTX作为第一台搭载Oaklink接口的Mini主机 重新定义了旗舰 顶盖上搭载RGB音色图片也是它的一大特点 就是这个虎头,其实我倒是挺喜欢的 另外就是它的准系统,价格2999元,不便宜 今年明凡的8845HS旗舰,三三来迟 本月上新的明凡UM880 Pro仍然是磁吸鼎盖 但是没了RGB音色图案,价格也下降了500元 在Oaklink双2.5G的旗舰只要2498元 这是不是也算是减配降价?您如何看待新屏没了老虎头RGB图案呢? 明凡UM880 Pro 所有的配件都齐了 电源线,HDMI线插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Oaklink转介板 这小电源1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我这儿先发来的是国际版电源 后来又收到了国内行货版配置的电源 旁加120W单槽小电源 打起小主机 黑色铝合金机身 还挺漂亮的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USB4接口 双USB3.2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3.2A口 DP1.4A接口 USB4接口 Oaklink接口 HDMI2.1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49V电源接口 磁吸顶盖很容易取下来 这是背部的系统风扇 取下4颗螺丝 轻轻提起风扇盖板 双DDR5内层插槽 最大5600MHz 以下的那一根内层 还自带散热片 2280的P3E4.0X4的NVMe接口 上面是同样的NVMe接口 不过它可以插入Oaklink转接板 NVMe下面是WiFi6E无线网卡 而这里就是Oaklink转接板的出口位置 BIOS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我设置了8G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平衡模式60W 性能模式70W 本次测试我们设置性能模式 也就是70W的性能释放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70W 整机功耗跑在了98W CPU频率运行在了4.4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45分钟内 8845HSCPU功耗保持在70W 时温27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4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2度 散热能力非常优秀 我们首先使用 明凡UM880 Pro主机的 锐刃78845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034秒 共计574秒 非常优秀的成绩 和我们测试的RG LARC Ultra 9185H分秒不差 排在了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超过了所有MD780M核显的小主机 包括UM790 Pro 7940HS 和UM780XTX 7840HS CPUZ多线程7261 单线程677.5 多核性能超过了自家的 7940HS和7840HS 是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的第一名 Gagbench 5 多核12405 单核1963 比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都强 Gagbench 6 多核13400 单核2604 多核性能 接近了ROG LARC的185H 超过了自家的7940HS和7840HS Celebench 223 Celebench 223 多核17405 单核1786 多核性能也上了17000分 刚好和7940HS差不多 Passmark多线程33112 单线程4047 多线程成绩 比自家的7940H和7840HS都强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M880Pro8845HS 70瓦的性能发挥 超过了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 接着报娱乐大师 总分1591602 CPU得分974604 我们还给这台8845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944161 XX20 379509 Coremark 510122 在Coremark成绩上 它排在了所有迷你电脑成绩的第五名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飘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6.8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它团战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新穷铁道 1080P 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3度 SSD最高温度38度 DDR5内存 最高温度54.8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067 Fire Streak 8730 Steel Nomad Night 2973分 稳定度 98.5%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绩指低于 华硕LiK14 Pro Plus 185H 目前是780M核显 5600M可更换内存小主机中最强的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 2.1标准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的 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逼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逼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测试时小主机的另一USB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 USB4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RZ616 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明凡UM880 Pro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 8845HS CPU 70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最高功耗103瓦 待机最高功耗8.4瓦 按上面这些结果 120瓦单槽PD小电源 可以搞定 时温27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5度 SSD待机温度28度 这台小主机70瓦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4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7分贝 明凡UM880 Pro 迷你电脑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 8845HS CPU 70瓦的性能释放 多核性能超过了所有的 780M核显小主机 也超过了UM790 Pro的 7940HS 和UM780XTX的 7840HS 从机身和接口来看 它和UM780XTX有传承关系 相比UM780XTX 它简配了RGB图案音色 我喜欢的虎头没有了 但是它的CPU又升级到了 8845HS 性能有了相当的提高 70瓦的性能释放 丝滑 相当给力 那么这既是简配 也算是升级吧 不过最好的事情是 它的准系统价格 从UM780XTX上市时的 2999元 降到了2498元 足足降了500元 简配的同时又降价了 性能还提升了 这是不是多个好事 同时发生了呢 这台UM880 Pro 真的很难找到啥缺点 接口是2024年旗舰级的 大麻冠 散热也很棒 70瓦释放时 没有达到经营标准 也许是它唯一缺点 总结一下 这是一台目前最强的 MD任期核显小主机 散热非常优秀 静音稳定 USB4也能接入PD电源 也能一线连接到 90瓦的Type-C输出的显示器 此时 性能释放因为电源的关系 下降到了30瓦 这是一台设计 做工性能散热 都优秀的小主机 相比UM780XTX 它做了更好的取舍 最重要的是 价格降下来了 对这台 明凡UM880 Pro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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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